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场比赛 这就是桑普森 英格兰队的主教练 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也是期待本场比赛的英格兰队可以在客场战胜中国队 刚刚开赛之后 英格兰队就发起了猛攻啊 永川国际女足邀请赛呢 是从2011年开始呢 就成为了中国女足每年固定的比赛的一个赛事吧 不过今年有所不同 她是将年初的比赛移到了今秋十月来进行 以往参赛的朝鲜队也是没有出现在本次的邀请大名单当中 取而代之的则是英格兰队和澳大利亚队 这两支球队目前的世界排名呢都要高于中国队 所以说他们的实力很强劲 但是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虽然说不否认啊 他的实力很强 但是我相信中国女足的姑娘们的实力 并不是处在一个绝对的劣势上 通过战术的安排以及场上队员的努力 可以弥补一下实力上的差距 英格兰队在前场断球 中国队这边防守也是非常的积极啊 没有给对手留下太大的传控空间 韩鹏这时候防守再向进去离道 争到了第一点 看看第二点 球门球 中国队普遍的身高呢是要稍微矮于英格兰队 所以说在防高空球的时候应该是格外的小心 起球的呢就是7号的吉马戴维森 是切尔西女足的一名非常不错的球员 在编络她的活动范围很大 这是12号王菲 效力于法国里洋队 之前呢有消息说在训练的时候 王菲是扭上了脚踝 但是看来问题不大 本场比赛依然是把守中国队的城池 在边路进攻 这时候还是没有选择交给右路 左路出现了空档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向进去离交 韩鹏 能不能起脚 再向宋 哎呦这个球 漂亮 11号的王霜 上半场比赛刚刚开赛不到5分钟 就为中国队取得了领先 我们看到现场的球迷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 女足姑娘们果然是铿枪玫瑰 名不虚传啊 来自武汉队的王霜 为本场比赛先拔头筹 对于他的印象 我相信广大球迷一定是不会忘记 在世界杯上的那两次非常精彩的马赛回旋 也是使得他名声大噪 这球从边路分到了左边 24号的薛娇再向中路传的时候 9号王珊珊是没有征到第一点 但是第二点 18号的韩鹏 将球卸了下来 向中路一传 这个球 王霜打的也是非常的巧妙 没有停球 直接就是一脚电射 使得在门线上的防守队员 也是猝不及防 开赛五分钟 中国队就取得了一次 就取得了领先 再是一次进攻的机会 许元璐 刘珊珊 再向进去这条非常漂亮 又是一个边路的空档 看看刘珊珊该如何处理 这个球处理的不是特别理想 如果早传一点的话 埋伏在中场的中路的 9号王珊珊就是有机会了 一个篮队的大脚向前开 看能不能碾上 安库路的过人也是没有骗到中国队的防守队员 这是手上有动作 8号的克里斯坦森 也是效率于曼城女族的一名球员 非常漂亮的小氛围的配合 中国队打的也是游刃有余 我们看到开赛大约10分钟的时间 中国队的进攻主要是通过两个边路来进行 这个球没有出界 继续在边路后脚跟传球 这个球点上了 小快刀的王珊珊 看他如何处理 在向近距离交的时候 这个球烫得有些大了 7号的许燕路 不过从中场开始 几名中国队队员之间的小范围的传递配合 打出了一定的风采 刚才镜头也是给向了布鲁诺比尼 这也是布鲁诺比尼新上任以来第一场正式的比赛 他和他的法国团队教练团队也是第一次的亮相 布鲁诺比尼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对中国队的评价 就是说这支中国队小范围的传递配合 打的是非常的漂亮 只不过大范围的转移 他个人认为有一些少 所以说在训练当中 他也是有意思的 在进行着一系列的大范围的转移型的训练 通过这场比赛来看 训练还是起到一定的成效的 我们也是期待这一届的中国女足 在主教练比尼的带领之下 可以再速辉煌 应该来对前场逼抢得非常紧 女足姑娘们也是从容不迫 这是一次不错的反击 再向边路交 王霜 还有这球没有扣过去 很可惜 这大范围的转移 这个球 看看戴维森也是扛了下来 射门 手末员做出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 打门的是来自于11号的安禄库 一名切尔西女足效率的队员 这时候主教练桑布森也是可能对于球员 在场上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 这个球是利用身体的优势扛开了24号的血胶 一脚打门 手末员王霜 对不起 手末员王霏的出击也是非常的及时 几乎是封住了角度 这个球看来是没有碰到 是直接将球打歪了 王霏呢 在本月的13号也是迎来了在法国里昂队的首秀 确保了里昂队在联赛当中的球门不失 六连胜 之后在18号也是迎来了自己的欧冠首秀 同样也是保持着零尸球的记录 所以说他对于中国队的守末员这个位置上来讲 应该是当仁不让的一号门将 当然了在守末员的这个位置上 包括这个赵丽娜这样的后防 对不起这样的防门将的储贝来讲 也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把这射门 还好防守队员是 奋不顾身的用身体挡出 这是一次不错的反击 没有机会 将球控制在脚下 有杉杉 这球还是被断了下来 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就地反抢非常的凶狠 中国队的大范围转移呢其实是很漂亮的 只不过在最后这个处理球的时候没有处理好 是吧 韩鹏再向前交 王珊珊能不能将再将这个球断下来 有一些可惜啊 女族的姑娘们打的也是比较从容不破 毕竟场上的比分领先 一直在进行小范围的传切配合 再向边路交 这个球过来了 王珊珊 没有很好的进攻机会 前提就是不要将球轻易地交给对手 这时候也是大脚回传给了署名员 11号的进球功臣王霜 在场上的拼强也是非常的积极 造成了一次犯规 这球手边可以拿到的王飞非常的稳健 还是在后场的传递啊 再向前交 这球可以卸下来再向后一推 这球王珊珊没有卸好 不过这几个配合打的真是有模有样 看的有一点巴萨的感觉 还是在边路做配合 只要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那本场比赛就基本上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小心 这时候英格兰队的前场逼降真的很凶啊 有些危险 还是球被断了下来 看英格兰队该如何处理 这次球大范围向近距离掉 手门员王飞 第二次将球抱住 对于王飞来讲 人高马大的他对于上三路的这种传中啊 投球啊 他的防守能力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王飞来讲 英格兰队的射门比是1比3暂时落后 但是场上的比分却领先 一次射门就命中了目标并取得了进球 英格兰队这边三次都是无功而返 大范围向前 这个球可不可以勾到呢 身体上的优势还是体现出来了 英格兰队就是11号的王霜 要小心 戴维森的身体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漂亮 这个球王霜是没有注意到 防守队员已经跟了上来 英格兰队世界排名是排在了第6位 高出中国队8位 中国队目前世界排名是第14位 这样的话 但是从场上的表现来看 反倒是中国队打的是有模有样 英格兰队打得稍显急躁一些 除了在前场的大范围的紧逼之外 进攻套路上跟手段上 英格兰队这边似乎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一定的好办法 再做配合 看这个球 戴维森没有泄好 再向中路传 这个球说明员该出来了 漂亮 王妃三次传中都传到了王妃的环里 她的活动范围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看来是脚踝的伤势对她没有什么影响 王珊珊 应该向边路交了 到左路削交 看她如何处理 一脚射门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第二点是被英格兰队抢到 这边米兹姑娘们退房也是很快 没有给英格兰队形成快速打反击的机会 这时候只能是转入到了阵地战 阵地战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大约20分钟 英格兰队这边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可以突破中国队的防线 英格兰队也是在前场放上了五人 中国队只有算上守门员只有两名球员的人员优势 英格兰队来到中国 一共有28人的大名单 其中有四名队员是西面孔 没有参加过之前进行的加拿大世界杯的 所以说他的主要班底还都是比较强的 在之前的加拿大世界杯上 英格兰队给人的表现也是眼前一亮 是在闯入了四强 只不过在最后的关头是1比2 输给了日本队无缘决赛 不过在三四名的比赛当中 他是1比0战胜了德国队 值得提的一点就是 这是英格兰国字号成年球队 包括男足女足 31年来首次在世界杯舞台上战胜德国队 这个对英格兰队男足来讲有一些讽刺 你们没有做到的事情 姑娘们做到 这个球 11号的安库路 也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传球的这位是 赖安尼桑德森 她是本届英格兰女足当中 两名效力于海外球员的一名 她效力于布特兰金桔一队 是在美国大联盟踢球 许愿路还是没有将球控制下来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逼抢确实是令中国的女足姑娘们在后场有些手忙脚乱 这时候4号的约赛尼帕特来自于伯明汉女足的一名球员 是因为对9号王珊珊有一次比较严重的犯规而迟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这是手上有拉拽的动作 要是没有她的干扰的话 以王珊珊的速度来讲 会形成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 往上来主罚 进距离掉 非常漂亮的一头球 但是这个头球还是没有卸下来 这次攻门想法不错 这是二点进攻 英格兰队的退防也是非常的快 这球王霜可以拿到的 王霜之前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也是赢得了满堂彩 也有好多欧洲的俱乐部是看上了她 想要把她引进到欧洲踢球 但是最后呢 她还是选择留在了武汉 这时候看来是王珊珊的肩部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镜头一摇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两名主教练的执教风格是迥然不同的 布鲁诺比尼呢 她是 我们先看这次进攻 向边路 这是很有威胁 危险呢 再向中路传 空了 还好 英格兰队这边脚下半算 没有将球踢正 要不然的话这球踢到禁区 踢到球门线上的是非常危险的 这次投球 防守队员也是 这是不是一次脚球呢 6号的场上队长黎东娜 我们看一下刚才那次非常危险的进攻 到禁区里面 中国队的防守队员 没有在意到从禁区外围一直跑到禁区里面的英格兰队进攻队员 这是运气是站在了我们的这一边 但是从这次防守上来看 存在的漏洞 不知道在今后的比赛当中 中国女族的姑娘们会不会再犯呢 真的很危险啊 再向边路交 二打三 还是没有传球的机会 18号的韩鹏 这时候英格兰队的重兵 不防都是在禁区前沿 但是中国队还是过去了 只是在最后一脚传球的时候 15号的雷家慧没有找到王珊珊 真的很可惜 但是这次配合 两个人之间精妙的配合非常漂亮 两个人之间一川一地 就突破了将近七人的防守阵型 依然是王霜 外围一脚远射 这球守木员也是做出了一次非常非常精彩的扑就 一号的巴德里斯 这球王霜打的也是精彩 扑得也漂亮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进区前沿 无人防守 抡起就是一脚 这个时候球是直挂死角而去 守木员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 双掌将球脱出了底线 一号的卡林 巴德里斯也是效力于曼城队的主力门将 打一次短角球 再向近距离送 后点 差一点啊 这时候要不是守木员 奋力地将球拖出 中国队说不准又是能可以扩大比分啊 埋伏在后点的两名选手 15号的雷家慧 李东纳 6号的李东纳 两人 看来这次角球也是在训练当中反复演练过的 连续获得角球机会 韩鹏 看他如果选择这个球 看来英格兰队是早有防卫啊 不想让你再打出像刚才那样精妙的配合 直接向进区里掉 这时候英格兰队人高马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这样简单的传递 想突破英格兰队的防线并不是特别的容易 要小心英格兰队的防守反击的态势 球打到了边路 这次精妙的配合 危险啊 看看中国队进区里边 千万不要再出现漏人的情况了 这时候一脚射门 这球是传球还是射门 也是一个悬案啊 这时候中国队获得了反击的机会 速度能不能打出来呢 再向前交 王霜 刘珊珊已经套边了 看寒碰如何选择 觉得刘珊珊跑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好 这时候向进区里掉 有没有机会 裁判是提前举棋 越位了 黄霜也是与守门员发生了身体的接触 看样子不是特别的严重 这个球 差之好理啊 很可惜 黄霜也是在设计杯期间被评为 中国队最美的女族姑娘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韩国一名 韩国的媒体人评选出来的 当然我也认为她很漂亮 这时候就在遍路 再向进区里传 女族姑娘们要被夹小心啊 哎呦 这时候出现了一次失误 英蓝队的前场逼抢 敌的确确是给中国队的后防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再向进区里掉 这守门员王飞还是非常稳健的将球抱住 我们看到刚刚的那一次向进区里的传球 两名防守队员与两名进攻队员的战位 中国队都是被压在了身后 而且从身高上来看 中国队并不占优势 如果不被夹小心的话 英蓝队这样打下去 进球应该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啊 就是前场的逼抢非常漂亮 没有犯规 王珊珊再向进区里传的时候 其他队员15号的雷家慧 以及王霜都是没有心领神会 都是在那里看着 但是这次前场的抢断 也算是对于英蓝队的后防线 是环以颜色吧 继续向前推进 英蓝队的防线也是退得非常深 不得不为中国女租姑娘们的 这种后场的从容不迫点赞 在英蓝队这种 五人到六人的前场围逼之下 姑娘们在后场的传球 依然是很从容 这样的 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吧 打到了左边 再向右边交韩鹏拿到了这粒球 看他如何处理 还是打到了边路 有没有起脚射门的机会 射门 稍稍的偏了一点 七号 许燕路 这也是一名 速度非常快 控球能力也很强的女族队员 来自于江苏 素有女梅西之称啊 在一个月前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当中 开场七分钟就是许燕路 率先破门 这个行李场比赛 中国队最后是一比二高负了 平格兰队也是开始进行了一定的小范围传递 还是很有威胁的 打到了边路 布朗兹 再向近距离传 女族姑娘们非常漂亮 抢在前点将球顶出了底线 14号的赵荣 赵荣呢 他在国家队是一名后卫 但是在北京 俱乐部呢 则是四肢前锋 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形容他为那种 攻守兼备的球员呢 在国家队当中 二号的刘珊珊也是这种情况 国家队打的是右边位 而在俱乐部河北呢 打的则是前锋 看英格兰队如何处理 克里斯蒂坦森 这球直接是想进区里掉 还是脚球 王菲今天的表现 也无愧于国门的称号 短脚球再想进区里 交的时候王菲 这时候出现了脱手的情况 还好是 女族姑娘们提前将球 踢出了底线 连续三次的脚球机会 这对于中国的女族姑娘们来说 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再想进区外围来 这时候 再分到边路 女族姑娘们阵型有一些乱 这进区里面有四名英格兰队的球员 看这个球能不能传出来 还好在前点就将威胁给消灭掉了 二号的布朗兹 再向进区里抛 这也是英超特有的 变线球手榴弹的战术 但是可能是 在男族当中用的比较多 女族可能是由于 臂力的限制 抛的不是那么的远 今天的比赛节奏也是非常快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35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球开的力量有些大 但是第二点还是中国队在控制 不要丢球 打到了左边 再向进区里交 看看英兰队该如何处理呢 两个人之间的配合也是很漂亮的 打到了前场 这时候 他一犹豫 咱们这边防线就已经布控完毕了 这时候是有 王珊珊又一次倒在了场地上 不知道这次受伤危不危险呢 队一也进场了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受伤的 在防守的时候 然后英兰队的8号克里斯坦森 也是撞到了王珊珊 王珊珊之前的给他的镜头的时候 他就是肩膀有一些问题 看来这次相撞的时候依然是肩膀 可能出现了疼痛的状况 女子姑娘们趁此机会也是补充一下水量 在场上面对英兰队跑动的范围还是很大的 这是那次进球的机会 韩鹏在进区里面处理球非常冷静 这时候王珊也是非常的精巧 这一脚射门 库鲁诺比尼也是在场外鼓掌 对于球员们在场上这么快就取得了领先 他也是表示很满意 刚刚来到永川之后 女子姑娘们都是一天两练 上午的时候演练一些基本功和战术 在发现问题之后 比尼会单独的去找球员们去聊一聊 在下半场比赛 对不起不是下半场比赛 是下午的训练当中会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这是女子姑娘们在新帅比尼手下的第一次训练 这是女子姑娘们在新帅比尼手下的训练 我们看这次进攻 还是想找边路 其实打打中路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 这时候的确是在中路做文章了 你看中路打开了边路就活了 外围的一脚射门 来自于15号的雷家会 其实刚才有网友在我的微博留言说 问中国队跟英格兰队的差距最大在哪里呢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通过本场比赛来看 我反倒是认为中国队是一支更优秀的球队 英格兰队强在他的身体以及战术的素养上 比方说他在前场的一系列的逼抢都是有条不紊的 给中国队的后防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要不是上半场比赛王双的内力进球 我相信英格兰队打的可能会比现在更加的从容 这球是没有接好 刘珊珊 中国队这边也需要快速退防啊 英格兰队 这球还好是在中路断了下来 在边路 这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 台入阴也是效率于广东队 这时候中国队的边路防守 要明显比上半场前20分钟的时候要强强了很多 一般都是有两名队员过来夹防 包括 这一次呢 以及和刚才的那一次 都没有给英格兰队在边路起脚的机会 这又是英格兰队前场的一次脚球机会 我们看一下 4号的帕特来处罚 进去里掉 前点 2号的刘珊珊是顶了出来 依然是脚球 2号的刘珊珊是顶了处罚 好的 这时候呢 插播一条讯息 乐视呢 将于10月27号下午的两点在北京万事达中心 也就是原来的武科松体育馆 举办盛大的新品发布会 乐视网呢 将全程直播 这时机 今年乐视推出了超级手机和第三代的超级电视之后 又一次的重磅发布会 在已经颠覆了这个传统的手机和电视行业之后 此次推出的杀手级的产品又将有怎样的震撼业界的表现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到时候关注 好的 我们再回到比赛当中来 这时候 双方的攻防转换也是非常的快啊 这时候还是中国队的王珊珊在控球 一个蓝队的防守队员 也是将球破坏出去了 出了 雷队的防守队员 还是边线球 没有这么大 还是边线球 还是边线球 人到出来 英格兰队防守的也是非常严密 没有办法给中国队这边韩鹏 一点转身的机会啊 再向前交 这球交得漂亮 看看能不能起脚 再打的时候 后边的防守队员跟过来了 哎 前场断球 凯帆有没有表示 这个球应该是提前犯规了 9号的王珊珊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的时候 在边线的时候 接二连三的制边线球 制的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最后球回传给了刘珊珊 刘珊珊是大脚向进去里面 直接是联系到了王珊珊 之后球回给了15号的雷亚慧 外围的一脚射门 打的是非常的精彩 这支中国队目前上半场比赛 给我的印象真的很深啊 我仿佛又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当初那只碰枪玫瑰的身影 这球王珊没有阅位 再射门球之了 漂亮 上半场比赛 行将结束的时候 王珊没开二度 非常漂亮 中国队精彩 镜头队员是11号王珊 上半场比赛为2号阶 上半场比赛开始一个 新疆结束的时候又是一个 王珊今天的表现 真的很出色 上半场比赛也是笑了 我们看看送上助攻是谁呢 这个镜头给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无论是谁送上的这次助攻 王霜 我们看看9号的王珊珊 他原本应该是顶在最前面的 他回到了中场协助防守的时候 王珊珊这时候就 什么之鬼不觉的跑到了 原先王珊珊的这个位置上 这样的话两名选手之间默契 非常的棒 不用抬头就知道你在哪 王珊珊为王霜 送上了一次精妙的助攻 这时候 王霜也是没有浪费掉 比赛变成了2比0 对于英格兰队来讲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虽然说你战胜了德国队 但是你未必就可以赢得了中国队 还有机会吗 可能是不要再太小瞧英格兰队 这是一高人懒大 中部队打得非常的开 这姑娘们的防守 还是以整体为主 可能是个人身体的条件 不如英格兰队 但是他们打的是 人数以及站位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下半场比赛 后60分钟来讲 中国队的体能 可能会是出现一些问题吧 毕竟这样的 类似于全攻全守的打法 对体能的要求很大 这时候后场出球一定要小心 边路空了 再一扣 这球过来了 什么 好可惜啊 11号的埃尼拉安库路 安路库来自于切尔西的一名前锋选手 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 为英格兰队扳回一城 我看到刚刚说到英格兰队的前锋紧逼 这时候中国队的后防队员就出现了传球失误 这给了英格兰队在前场断球之后 打快速反击的机会 断球之后 断球失误之后的吉马戴维斯 也是将球传给了 11号的安路库 这时候安路库一扣 扣过了防守队员刘珊珊 将球打击 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上半场比赛就结束了 打的双方踢的也是非常精彩 也非常的激烈 中国队暂时以2比1的比分领先 我们休息15分钟之后 再回过头来观看下半场的比赛 Lets setū 始终所有中约都没有 更危险 从行列弹 所以 documented 目中约都没有 那少约每万 siglo 后无论 123 都是 workers 见的 3 会 你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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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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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上半场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场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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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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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